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續場是舉足輕重 美國前總統川普最近接受媒體專訪時 把矛頭對準了台灣晶片業 說台灣拿走了美國所有的半導體工業 那麼美方早就應該要采取行動 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接受福斯新聞專訪 美國前總統川普再度語出驚人 被問到如果要和大陸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會不會保護台灣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 而是將矛頭指向台灣 奪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主持人聽了立刻更正 川普引用所謂90%的晶片 都是先進的高階晶片 而非所有晶片 而且如果大陸拿下台灣 後果更慘 川普在任內就主打美國製造 喊出讓工作機會 回到美國本土等政策 當時也說大陸人 搶走了美國人很多工作 還祭出強硬手段 例如美中貿易戰 而這次的言論也在美國輿論 掀起討論 記者綜合報導 美國對大陸科技制裁是一波波 拜登政府現在有意要加強 對中國大陸半導體設備限制 不過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17號就市井政府 說如果加大對中國大陸科技圍堵 恐怕會擾亂了供應鏈 最後損壞的損害的 還是美國自己的產業 對此英特爾高通 還有輝達等等 美國晶片的龍頭 也都到白宮去遊說 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以及商務部長雷蒙等 多個高層來舉行會談 希望美國政府可以放寬 對中半導體的各項限制 去年12月 美國總統拜登親自出席台積電 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遺跡典禮 看得出拜登政府積極想將半導體製造 拉回美國本土 打算穩定供應鏈 也看得出美中科技戰 似乎越演越烈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17號表示 拜登政府有意對銷網 中國大陸的晶片和半導體設備 加強管制 但這可能損害美國政府 在半導體上的巨額投資 而包含英特爾高通 以及輝達等美國晶片 三巨頭 17號拜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以及白宮其他高層 試圖說服美國政府放寬各項限制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證實這項消息 並表示布林肯已經聽取晶片業者的心聲 而彭博社更披露 拜登政府計劃在8月底前完成提案 將審查並可能限制美國資金 對大陸半導體量子運算 以及AI產業進行投資 對此大陸外交部再次呼籲 美方不要脫鉤 我們希望美方將拜登總統 無意對華脫鉤 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 無意圍堵中國的承諾 落到實處 而對美國科技圍堵 大陸也有所反擊 日前大陸商務部就宣布 從8月1號開始 針對半導體關鍵原料加合者 祭出出口限制 恐怕衝擊供應鏈 再加上美國半導體業者 對拜登政府的科技管制 感到很憂心 美中科技戰拜登擴大圍堵 恐怕先傷了自家產業 借林漢作報導 美國氣候特使16號 訪問中國大陸 大陸中央外事辦主任 王毅今天會見了柯瑞 王毅表示呢 中美需要健康穩定 可以持續的關係 氣候變化合作 正在中美兩國大經濟體下推進 今天上午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 與來華訪問的 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 克里舉行會談 昨天克里還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 特使謝正華 舉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會談 王毅在會中形容 柯瑞是老朋友 同時也說明了正面臨嚴重的氣候問題 中美兩國需要互相合作 柯瑞表示 雖然中美關係因為台灣籍貿易問題 陷入了困境 但柯瑞也在自己的推特上面留言 指出兩國必須在許多方面 採取緊急行動 特別是因應煤炭跟甲板污染的挑戰 氣候危機需要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 共同合作來控制全球暖化 主要也在說明 等於周全球暖化 常土跟甲板污染的帶和 領域 主要的是 有些角色 成為 位子 才不知 不知 呆 此